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赞来五三谈十六进八的一个套战赛 关长风钓鱼岛,顿长风夫子妙 这一轮的话也没啥看点 也没啥看点,因为全是五宝林 鱼岛,智茂阁呀 这些一水雪山之类的 反正这一轮都是五宝林玩起来 西大老街和生日快乐也都是五宝林 全是五宝林 简单的做一下钓鱼岛这场比赛吧 总共这场比赛打了九十个回合 总共打了九十个回合 这从第八十个回合开始的 那关长风选择上的是一个 女儿武装天宫三风体械 配合化身四加宙师普陀 一把鸟阵 那队长风选择上的是一个 女儿武装的双风 配合这宙师普陀 加三嫂大唐 这是队长风的一个思路 蛇阵也是小克关长风鸟阵 百分之五 对面大唐现在已经是有了一个 二十九层的一个建议了 那是相当的高 二十九层的建议 打到八十回合的话 双方的宝宝数量都不多了 你可以看到关长风女儿剩下两个 化身一个 普陀三个 武装一个 天宫一个 那队长风也差不多 对面普陀山一个 武装一个 女儿一个 这宝宝都不够了 大唐化身色还是比较多的 药品方面的话 关长风要比对面多一些 多一些 因为双方本身这种阵容 八十回合 还有将近一半的药 就很不错了 因为这种阵容 本身消耗能力比较差 那对面大唐 现在是有七点零元的 那关长风天宫是有十点零元 女儿村是有八点零元 对零元也太多了 对面女儿村四点零元 一速是在关长风的手里 再来一把金鲜 关长风这边 用七点零元的针 用七点零元的针 给到了对面的大唐 对面大唐 这七点零元的巨剑 反正是用不出来了 没机会用了 关长风倒是这边还有一首天雷阴谷 天雷阴谷的话 其实也是属于那种运气类的一个伤害金 就打的是挺多的 但问题是 它伤害太分散 就东一狼头细一棒的 打的比较的分散 所以说你如果运气好 能在一点集中的伤害更多的话 可能会打出一些效果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 就十个单位分的特别散的时候 那天雷阴谷 七点零元天雷阴谷 也跟白给的一样 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哎呦 对面三色大唐 这些小伤害 有着干将 有着魔镜 有着这样的运气 直接把怪状和女儿村给切掉了 人拉女儿村 水晶 解一下警惑咒 对面大唐巨剑 肯定是没希望 一把无粉 再给到地厅 这样令旗 也再加上 观众方 搏一搏 看看能不能搏到点东西 不过由于双方都没有上地图的一个原因 就点死了以后 都存在一个手势的问题 以双方现在场上这个局势 其实都没有手势能力 实话实说 都没有手势能力 那这个地厅 也是观众方五双冠的最后一个 宝宝了 冲着对战方这么一个 宝不去的 使用一下 其实打到现在 双方都没有把对手推出去的一个希望 太缺宝宝了 再加上现在不是地厅受限制了吗 反正你只能加两个战机一个这样令旗嘛 失去了以前那种毁天灭地的能力 你想靠地厅把一个团队推出去 尤其是这种顶尖的豪门团队 顶尖的豪门团队 你想靠地厅把它推出去 你必须得连续不断的出地厅 就一波一波又一波 就跟曲服那个样子 你才能把一个豪门顺顺利利的推出去 你单纯的想依靠一个两个地厅的 把它推出去 那是不现实 现在根本不允许 没那个能力了 但是以双方现在这么一个宝宝情况 都不是太支撑玩那种 一波又一波的地厅 都不支撑那么玩的 咬个铃铛 起个会员伞 对面再换地厅 大堂再踩干净 还接着跟你再绣啊 对面再跟你玩一玩 出个地厅 踩个干净 再出个地厅 这有点吓唬人的意思 当然这个比赛 刚才说过 就打了一个90个回合 这光滑砸掉一个 还有一个地厅 先平一手 不着急 大堂只要进入休息状态 就给不到观察方威胁了 所以大堂不能休息 等到最后一回合再扫 你不然一休息 一踩轮子 没用了 对张方选择了 用一个门派大招 来针对观察方的武装怪 而观察方天空选择了打雷 打雷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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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 好家伙 哎 挂了火烧一大堆 回头一看对面 基本没掉血 基本没掉血 就打得太分散了嘛 我说句 最实际的话 你就是能打个两三万 一个人 掉到一个人头上 也没多少 也掉不了多少血 平均下来 一个人也就两三千嘛 两三千 我说句实话 就个毛毛雨 紧不住孤 还孤一千七呢 那对面 大堂中了五分 地厅跟过来 想杀掉武装 同地厅 胃力差了一点点 避雷 善恶 没弄死 那比赛结束了 最终也是福子庙 福子庙 大家看到福子庙 赢下了钓鱼刀 福子庙被判赢了 判的标准 没有标准 就看脸好 谁的脸更白 谁更漂亮 谁的手更嫩 最终遇到支付十六强 五宝林 福子庙最近打五宝林 有心得了呀 可以的 拜拜